午夜拍案惊奇 午夜拍案惊奇 惊奇 请听恐怖小说 保姆 作者周德东 演播爱宝梁 午夜 太大爆 午夜拍案惊奇 我觉得没你像 午夜拍案惊奇 是这样吗 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手公园 我是Ivan 不是午夜拍案惊奇吗 今天咱们聊一个冷门作家 冷门 这个都算冷门了 我相信现在 听咱们节目的听众 可能有90%人都没听说过这个作家 是吗 那真得好好推荐一下 怎么介绍他呢 我还真不太好介绍他 反正是在我高考前夕 我只看两个字书 除了教科书以外 两个人的字书 一个是王硕的 一个就是周德东老师的 他的恐怖小说 真的非常影响我 真的 周德东老师 他写的这些恐怖悬疑类的小说 在国内我还真是 我至今我没有找到有第二个人 能像他写的这么好 确实周德东的 我是认为周德东的水平 还是在国内算是比较不错的 平时也挺爱听 国内的恐怖小说的 真的是没有再说的 能像周德东这种吸引人的 确实比较少 而且很多 就前头有坑 后头埋不上 周德东的 不能说都买上 但是至少有挺多的 成熟时期的作品 是买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挺难得 而且我觉得周德东老师 他写的这些恐怖小说 应该算是 惊悚悬疑类小说 还不是说 咱们传统意义上 这种恐怖小说 他跟现在很多 网络作家写那种 神了鬼了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你说那种 就是叫鬼故事 它不是简单的鬼故事 笔下的这些主人公 都是活生生的自然人 而且他发生这些 很悬疑 很让人觉得 很恐怖的这个事情 又没有出现 那种真正的神鬼的 那种东西 而且比较多 记不太 应该是这种神鬼 然后出来念咒的 应该是没有 完全没有 也没有像 日本恐怖电视那种 冤死的那种 女鬼 也没有鬼 没有 很罕见 因为他写的比较多 不能说一个没有 就成名的一些 都不是这样的 而且他是那种 悬疑的气氛 那个是因为 爱宝梁老师 要说到 周德东 真是不得不提 北京文艺台的老子 他应该是评书演员 他以前也说评书 爱宝梁老师也是 演绎的他的这些 笔下的这些故事 他真是跟现在 很多这些念故事的 这些老师不太一样 就现在我听了很多故事 一上来 就一大堆音效 然后把 滋滑乱叫 滋滑乱叫的 就是一说了 我还没听着 怎么恐怖的 突然他里边 出现音效 就是 这种鬼叫的声 就是你说的那种 就是现在的很多 比较流行的恐怖故事 他是靠那种音效 突然诈唬你一下 包括这个念故事人 也不好好念 他自己老自己吓唬你 但其实那东西 一点都不恐怖 但是 爱宝梁老师 他在念 他在阅读这些 恐怖故事的时候 他完全是 靠他自己的声音 对 就把这个故事 那种很惊悚的气氛 很怪异的那种情节 全都 释放出来了 我觉得恐怖跟吓人 是两个唯独的东西 就这里边 没有所谓那种 那种吓人 就是突然帮出 一个音效吓你 然后爱宝梁念的时候 这个声音还都挺慢的 然后挺悠缓的 这种 然后但是给你带入 这个气氛 让你觉得很恐怖 对 而且我觉得是 爱宝梁老师 他虽然是 是男性 但是他在 演绎这个 女性角色的时候 这个声音 演绎也特别好 特别特别像 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 对 真的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有点恐怖了 有点害怕了 我看了一个节目 就让爱宝梁老师 采访爱宝梁老师 让爱宝梁老师 你就说 你好念什么都那么恐怖 让他念了一个 公报鸡丁的配料 该怎么做 然后听完之后 大家觉得你这个 听着像是 在做一个人肉的一个 就是真的 但是其实挺有意思 我也听过爱宝梁老师 念的别的故事 其实没有周德东的 这些故事感觉好 然后你要是只看 周德东的书 其实那个气氛 有没有爱宝梁念的好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 很多东西 你看原著可能会 看字书 看原著会感觉更好 但是真的 周德东的这个故事 在配上爱宝梁的 咱们叫演绎吧 真的是超过了 本身原著的水平 这个是挺难得的 说起周德东老师 这些作品 我第一次听他作品 那是真是在2001年 非常早了 那会儿都非常火 就是我老觉得 我忘了那会儿 他的书那会儿 我只能在盗版书 他才能看 非常多 我经常的 你根本身就是咱们 所谓的老学的 五叶判 旌旗之所以火爆 基本上是周德东的 就是在2000年初那会儿 基本上周德东这些故事 起的家 实际上我觉得 包括像后来 大家比较喜欢 那些盗墓的这些故事 我觉得其实都受了 周德东故事的影响 对 因为他开创了 所谓的中国的恐怖文化 然后后边大家才开始 写这种恐怖的 然后当然大家一写 就开始神神鬼鬼的东西 一出来 然后最后就盗墓什么 这些现在比较昌盛 但是像周德东的文化 文学的底蕴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这些故事 幸会 就能明白 跟那些不太一样 它是真正一种恐怖的东西 在里边 很神奇的是 就是在2000年初那会儿 爆发了一下 可以说 在很多书名之间 但是后来好一下 就08年之后 他的创作的作品 一下就少了很多 我觉得这咱们可以晚点聊 咱们先聊了他的故事 先聊了他的故事 大家可能 也是刚赶紧饿补 你怕一会忘了 对对对 来到路上还挺呢 别笑 别笑 咱得知道一些恐怖的 这个气氛 咱们制造的出来 行吧 其实可以说 周德东写的故事 是比较有意思 他是东北人 他是东北人 因为他故事里边 写的很多都是说 他到北京 然后东北老家 咱们怎么样的一些事 其实特意的 其实可以说一下 他写的故事 比较能够让中国人好接受 就是这恐怖故事 因为之前咱俩聊过 像斯蒂芬金的 老说咱们是不是聊聊 因为好多朋友都说 就是说真的 我看这玩意不怎么吓人 对而且斯蒂芬金 他的书引进到中国 其实很早在九年代的时候 就引进过 但当时来了之后 就遭遇滑铁炉 当时怎么说 咱们这会儿 还笨小康的时代呢 就是还刚解决温饱问题 你别说一线城市的 就算一线城市 有很多家里 也不是过得那么富裕 斯蒂芬金 他笔下的很多主人公 是中产阶级 对我们盖起不到那些点 包括他最有名 那部小说死灵 后来还之后翻拍电影 他其实就讲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 这个家庭 这个主角 他发生了一些 很多家庭矛盾 所引发的一些 很惊悚的东西 根本感觉不到 所以就像斯蒂芬金的 唯一能让我感觉到的 就是那个闪灵 那个片子 因为就有一个 就是整天工作 然后特别 这个独裁的 这么一个爸爸的形象 但就是 就因为我们家 其实我小的时候 也是这种情节 我跟我妈一块看的 这个片子 我妈也觉得很吓人 因为感觉那个 那个人很像 很像我爸爸 那种严厉严富的 那种感觉 除了这个 其他的很多都看 很多带有什么 宗教色彩的 我都get不到点 但是周德东的 就不一样 我并不是说 斯蒂芬金写的不好 就因为他确实是大师 写的确实也非常棒 但是我们水平太低 对吧 我们甭管是经济程度 还是这个文化程度 可能低 get不到点 周德东是正好是 国人 他很多点 就get的你非常的到位 而且他真是 把你那种神经 给调起来了 对对对 其实你像 他就是 我比较感兴趣 像一个叫保安的 对吧 G号楼保安 保姆 还有一个叫保姆的 其实这两个故事 就会特别明确的 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 你感觉这故事的 这个人 就是你身边的人 对 这个是挺甚的 他把那种保姆 那种保安的 那种一形一态 他抓住那些细节 然后他把那 在那些细节上 放大出来 对 就会让你觉得 毛骨悚然的 我说本来这东西 不是很正常吗 但他一让他演绎 一下怎么 保安就是正常的 巡夜 然后插地亚史 什么的 让他一讲都特吓人 然后你再看你们家 那个保安 你就老觉得 好像也是有点那样 你看他眼神 但我一想 谁跟你们家这楼 转两年 天天各点都 眼神 也都那样 不太好看 但是他能抓住 这种细节 对 他给他这些点 是正好能够 让我们这些 正在奔小康的人 能够去体会到的 但我觉得 这是他的作品 就是出来 还是有点太早 如果他 现在出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更火 其实也不太 像保姆 现在好像 我不知道 现在还有很多人 顾保姆吗 家里老人 需要照顾 或者小孩的 或者说小时工 这么一个状态了吗 因为像保姆 咱们可以聊保姆 这个就我小的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了 我们家雇过保姆 你还很早 就是住产间比了 真的也不是 因为中国在那个年代 雇保姆是非常之便宜的 那会儿的雇保姆 基本上好像不怎么给钱 就是管吃管住 对对对对 就是管吃管住 他不怎么给钱 像现在你雇保姆 月嫂 工资 赶一百里的工资了 那都得特别有钱 那人才能雇呢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真的说雇保姆的人少了 但是那会儿 雇保姆的 就是说农村 刚进城的这些小姑娘 也就十六七岁 然后其实家里边 对那会儿主要 人心态都比较淳朴 没有那么多 什么骗钱 或者偷东西的这种情况 所以那会儿雇保姆 还是比较普遍的 真的好像一月 就给二百块钱 三百块钱 然后就管吃管住就行了 你看这点很关键 他住在你那 现在小时工 住你那的可少 像老老子照顾小孩的 他就是礼拜天走了 他来 等你回来 他又走 就跟上班似的 对 像他这个保姆 这个故事就挺有意思的 咱们可以 估计可能看的人也不多 可以讲 因为这故事比较短 他有好多故事 这个故事比较短的 也好讲 就是说他们家 有了一个孩子 他需要雇保姆 然后他就雇了一个 就是雇了好多保姆 什么样的都有 有的是这个 特别要工资特高的 他用不了 有的这个特别懒的 有的这脾气不好 跟老婆打架的 老婆打架的特别逗有 一个什么都挺好 但长得太好看了 媳妇不让用 有的媳妇不让用 那么高兴 我就一直希望 然后呢 然后这个对 他这个情节设置里边 这个男主人公 是一个小导演 但是没成功的小导演 你看他这个人物 设定都特别好 没成功 那种小导演 是吧 有点郁郁不得知 对 他意思就是说 好像是片 就是厂子里边 有一个成功的 然后曾经分过他戏 去拍了一两部 但是他并没有 那么多钱 但是他确实说的 掌握过这个 就是也审核过演员 然后呢 就是没有那么多钱 他还OK 所以他雇了一个保姆 也是托人 从老家找来了 一个女孩 跟他们家 看 帮着这个 这个照顾孩子 然后结果 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 开始一切都风平浪静 后来就是 他媳妇就越来越觉得 保姆有点不太对劲 因为这保姆 老拿着一个东西 要给他们家里人掏耳朵 对 掏耳朵 这些点都给他 都特别特别奇妙 我觉得 这些点都特别奇妙 你要想闹鬼 凶灵什么的 没有 他就给你掏耳朵 他老要给你掏耳朵 平时你如果 你喜欢掏耳朵的人 你知道 你自己掏 你能掌握分寸 你要不然 你就是让你家里 你妈 或者你媳妇给掏 这样都不行 你这样都得有 熟练熟悉的过程 那你就证着 我想给你掏耳朵 然后就一下都恐怖了 对 就是女的就说 在老家掏耳朵 好多了 给他们掏耳朵 然后 这个主人公 就是说 他平时上班也闲 没事 因为没成名的小导演 在场里待着 他就上网聊天 结果他还在 这个网上 又认识了一个女的 对吧 他聊天使 那玩意聊天使呢 认识一个女的 然后聊天使 聊天 然后他说 聊的人都没有了 就剩两个人 然后俩人就 一拿那 就是他和一个女的聊 然后还有一个观看者 然后就聊 然后后来就突然 就聊到保姆的问题 然后突然 一直不说话的观看者 就说 这人是保姆 对啊 就挺慎道的 对吧 他就说 因为他家里 刚请一保姆 说对方是保姆 他挺慎道慌道 然后后来 就是后来 马上发现什么事 就是他一回家 这个孩子 就特别着急找他 就是人家小孩 不会说话呢 就特别想让他 着急让他抱 然后晚上老哭什么的 然后一哭 这保姆就过来 说要不然 操那种外地口音 保良老师配音的 特别吓人 特别吓人 就说我来帮你看孩子 然后他们就 就说就白天让他看 晚上不让他看 反正就这么点事吧 其实听着都特别的琐碎 特别特别小的细节 然后就 后来发现这孩子 就越来越不正常 越来越不正常 这小孩人 是刚开始学说话 越来越不正常 然后他媳妇后来 又跟这女的 发生了矛盾跟冲突 然后就跟保姆 发生矛盾跟冲突 也都是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扣人工资什么的 然后就 这个事 也没有说越远越烈 但是这个气氛 就让你感觉 好像家里有什么东西 是不稳定的存在了 他还要老跟你掏耳朵 对 这个有点就是 像斯蒂芬金 那些笔下的人物 但是斯蒂芬金 肯定写不出来 我给你掏耳朵 因为国外文化 估计没有这个 如果给你掏耳朵 但是所以说 我觉得周德东 算是中国的斯蒂芬金 因为他这个get点 中国人 比较容易 因为四川不就是 有这种掏耳朵的习惯 有时候你要出去洗个澡 也有时候说的人 给你掏耳朵 所以这个习惯是有的 然后后来他就是说 在网上跟那个人聊天的 进度也来发生 他就开始怀疑 跟他聊天 那个人是不是 小保姆住的那屋里 但是他就 因为他知道 这个小保姆 他没有什么文化 他连字写都不多 他就 这东西就 所以这悬疑的东西 就出来了 然后他就后来 找他托人找的 就是他托人找的 这个保姆 其实这个都 非常非常贴近现实 那个会儿 就是他出这书的那会儿 真的没有那么多 保姆的介绍的 这么一个场所 更甭说有什么 APP家长服务 这些全都没有了 找保姆都是托人 而且你想那会儿 保姆的形式 是要住到你们家里来 只有托人的人 你才能放心 结果托的这个人 就是一发现 给他带来这个女的 不是开始说的 那个女的 对 这介绍人 突然发现 这不是我给你 当初介绍的 对 介绍人就弄错了 从介绍人那错了 不是说介绍人 就是不是说 从主人公这错 是介绍人就错了 介绍人就发现 他领的那个 不是说人家给他的 他被骗了 介绍人就被骗了 所以他也被骗了 所以发现这么晚 然后就特别渗得慌了 然后等他再回家的时候 发现那个保姆已经走了 小孩在屋里边 就是躺着 就打滚 然后耳朵里流血 后来就去医院 去检查 发现这小孩 耳朵被给捅破了 然后这小孩就失聪了 就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结尾 后来特有意思 其实听到这 大家觉得 这就是这个小保姆 破坏他 这么一个故事 后来就是说 他又在网上等了 好长时间 等到那个网友出现了 他就一直怀疑 那网友 是不是他们家保姆 等到那网友出现了 那网友就跟他撂底了 说我就是你们家保姆 怎么回事呢 就说好多年前 我一直想当明星 好多年前你是导演 小导演 我要应征一个 演保姆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你说我演不了 你说我不像保姆 所以我就决定 我要当保姆 我要来你眼前演这场戏 听吓人的 然后后来呢 后来他就说 他说就是这些 我都接受 你可以冲我来 为什么弄我们家孩子 他说我从来没弄过 你们家孩子 然后你不觉得 你们家还有别人吗 然后这故事就完了 这就是他那最后说 特别好 对因为你想 这个气氛 就很多点 挖的特别到位 就因为聊天时里 一直有一个人 那个聊天时里 一直是三个人 两个人聊天 那个人不说话 只是偶尔说 他是保姆 后来有一次 好像说他不是保姆 对上他就说 这么两次话 就他们俩的对话 一直在有第三个人看 在聊天时里是这样 有可能是他媳妇吧 但所以最后 保姆说 你们家里可能还有别人 就是我从住进去 我觉得你们家里 还有别人 就是这个恐怖点 就出了 然后他后边 就没有结尾 这个恐怖故事 是一个开放性的 人民恐怖故事 就非常的 精彩 这太精彩了 你知道我那会上学的时候 刚才该高考的时候 我今天给特释放压力 你听完这 什么都不怕了 包括其实他讲的 我觉得他挺厉害的是 很多特俗气的梗 他能够给你玩的 就很有意思 这个东北作家 人说就是 东北农闲的时候 他们就编这个 就不是光编故事 为什么他们小品 演那么接地气 就是他们观察生活 时间特别多 他们就倒的是一季的 对 他们是一年一季 他们一年两季 他们一到90月份 他们那说完之后 就歇了 等于有大 那个冬天跨度 非常时间放长 他们就是在家 互相那种唠嗑 是吧 就编这种故事 对 其实就非常接地气 然后这些 所有这些细节的点 都能够非常明确地 get到这个点 包括说 像接好楼保安 那个故事 我觉得稍微的 可能因为那个年代 我也没住在小区里 所以可能get的点 有点弱 但后来也能感觉 因为那个故事 就是讲的 有一个保安 他老怀疑 那个保安 跟他结下梁子了 说因为他开 对吧 说因为他停车 停到 停哪 那个保安说他了 然后他就老觉得 跟他结梁子 后来保安又 好像不认识他 就老怀疑这个保安 对 他说的真实 但实际上 我觉得那故事里边 最后那保安 没对他做什么事 他完全出于自己 不停的怀疑 对 就我们楼子 传达室那老头也是 就说过一次 也是个停车的事 跟你啊 对 完了后来就是 就与你跟他 不是特别熟 但是他又 挺那个 挺严肃的 把这事看的 然后我每次 有时候看着眼神 给他躲避 就老觉得 他对你一样 不还好意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家 比如门口什么 堆点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好像是 谁谁是故意的 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 其实他发觉的 就是你内心生的恐惧 而不是这个事多恐惧 因为你看像 借口罗保安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最后那个保安 没干出什么 还不就是神神叨叨 或者说吓唬你这种事 他就是正常的巡逻 正常的去地亚史巡逻 然后还有什么 他母亲在哪块 是捡破腊 就被人打了 然后他为了保工作 没出手援助 等等这些情景 其实你听 感觉跟社会新闻似的 而且没有妖魔鬼怪 但是你从一个业主 就从他去描述的 这个人的角度来看 就感觉这些全都不正常了 他就把一个正常的事 给你讲的特别的特别的 恐怖跟不正常 很接地气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心态 因为他笔下的这些人 应该也算是说 中产阶级或怎么样 有一定经济实际 有一定经济基础的 这种人 而且在步入中年之后 他的心态 是焦虑的成分特别大 这焦虑的人 时间长了 他就容易一心一鬼 他容易一心一鬼 他就会看待好多 其实本应该就是 很自然的事 他就会想的特别多 他会把很多 他生活中 很多其他的那种压力 或者其他东西 特别小 牛角交上事 他去放大 像那个建设楼宝案里 我觉得有一个情节 他讲的 都不叫情节 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讲的特有意思 他不是说 简单的故事下 很多他的想法 都融入到里边 就说我们现在住的 这个楼房 都安了这个防护网 然后这个作者就觉得 主人公又觉得 这事特别不安全 说因为你只有一个出口了 窗户应该是 供你出现问题 逃跑时候用的 如果你现在出现问题 你们家全部都被封死了 全部都是防护网了 你怎么出去 其实这问题 他不说我们没想到 都觉得装了防护网 不是安全 他给你讲这个 你说哎呦真的 万一你说是 就换人堵门口了 或者着火了 或者家里出大妖怪了 你想跑 你跑不了 对 像保护网说是 你们家还有第三个人 包括你看保安 本来应该是保护你的 结果 结果他也变成一个恐怖元素 让你生活中都会觉得 疑神疑鬼 再讲一个故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不光是说 写这种气氛的东西 写的好 他把很多老梗翻心 其实做的挺好玩 人都写狐狸精 你这里有一个篇 有一本书叫什么 爱情别开花 然后这里边 好多小故事 都是跟爱情有关系 有一个故事 我觉得记得特别清楚 特别有意思 因为在结尾的那个反转 让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讲的就是说 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女的 主人公认识了一个女的 我姓胡 然后是狐狸的胡 对吧 然后就开始跟他勾的 然后就开始跟他聊 然后就跟他聊骚 然后就开始跟他好什么的 后来这女的就一直劝他 跟自己女朋友分手 就好好几年 要结婚女朋友分手 最后他觉得 特别爱这个女的 所以我终于分了 然后这女的后来跟他说 你知道我给你的名片 只有你一个人有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真名 圣人知道我 都不是这个姓 我姓都是那个古月胡 只有你知道 我是这个狐狸的胡 就说的就越来越甚人 然后最后他又开始觉得 这个女的是不是狐狸精 然后后来 最后就是最后在这个 要最后就是一天夜晚 要表白 其实这点挺有意思 很多男的都会觉得 狐狸精好事啊 对吧 小狐狸精 然后这个聂小倩 女鬼就等着 然后他又跟女鬼说 说我不管你是人是鬼 我特别爱你 就想跟你在一起 然后那狐狸精说 但我不是母狐狸 我说这梗最后 结尾特别好玩 然后这个狐狸精 就大笑的就离开他了 最后说的 隔了几天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说现在母狐狸精 在我们狐狸界都已经很罕见了 我实在是先没事 我变成女的 出来跟你玩吧 就这个梗太有意思了 因为真的我平时你说 我老说我胆大 我说碰鬼怎么女鬼 女鬼就半了嘛 对不对 就你万一那女鬼是能鬼呢 就这种想法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关注的话题也会很多 其实有些东西 这种恐怖元素带有一些奇思妙想 或者说带有一些科幻幻想奇幻的这种色彩在里边 不过我本身恐怖小说奇幻的就比较多嘛 你像有一个叫什么天荒荒 什么是叫这天荒心荒荒还是叫 天荒荒地荒荒 是吧 就好像讲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星星要变人的这么一个故事 你这一句话就就把这梗给破了 那你讲 你说的讲 因为他这故事特别难讲 就是你没法说 他不像一个故事 但是我记得他这部小说最后 还抛出了一点哲学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描写就是说 他在走入那个木屋的门之前 突然想到 突然看到什么地上一粒沙 这一粒沙有可能也身处 也有一个宇宙 这个宇宙也有一个他 也有一个他要进入这个门 他把这个概念 其实我最早懂他这小说里知道的 我突然就觉得 卧槽这东西一下是上升到一哲学的层面 他去思考这个东西了 因为像天荒地荒荒 你不太好去按一个故事讲 然后最后一个梗跟你露出来 说是星星要变人 因为你故事前面讲的就都不太好 用一个很短的话来形容 但是大概剧情是前头晚上都各种匪夷所思的事 最终是说落到一个星星 要代替人类变成人的这么一个故事上 有点天马行空 但是说什么他写的东西就有意思就在这 就是说前头会有很多的头绪 这每一个头绪里边的文学的工地是能见到的 它不是简单的描述事 而里边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 加入像你说的一种哲学的这种思路 然后自己对事物的认知 你能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 有见地跟自主思考能力的人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现在的故事 全都是在给你讲故事 而难以称之为一个文学性的作品 对 它缺少一些思考在里面 这是很难得 这是很难得 它是有思考的 而且它是一个文学作品 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你有时候说 小说跟电影是有区别的 电影是讲故事 通过视觉去讲故事 小说 它就可以 抛开视觉 它就可以在里边加入更多哲学的思考 或者说 这种自我 这种 认知自我的这种世界观的融入会更容易 所以现在很多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 它这个是里边有思考的 挺难得的 不过你说到这 像你刚才说 伊丽莎有一个世界 其实也得说 她的很多的 我并不是说她写的不好 但是她的很多的梗 其实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些恐怖科幻等等的这些故事 它天荒荒地步 地荒荒这部小说 它这个名 它已经是一个歌谣 它已经是一个歌谣 好像是哪的一个地方的歌谣 就第一句就是天荒荒地荒荒 什么我家的什么 就给小孩念的那种 你知道这 后来我联想到 就是有点像 美国的那个渔数街噩梦 那个Friday 我感觉那是一小时候最害怕的 你听我说 怎么一下 就是说 那个电影里边 也是反复的在 唱一段歌谣 就是在唱什么 就是晚上睡觉 什么做梦 就是Friday来找你 就是挺恐怖的一个歌谣 但是让小孩子们都会传唱 就是说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梦 因为那个渔数街噩梦 他那讲里边那个鬼 就是你只要一做梦 他就出来在梦里 直接给你弄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 他可能是不是也是接见 美国的一些 很明确接见了 我很明确的说是接见了 包括星星辨人这种事 其实很明显 有云人星球的这种色彩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 因为其实每一个科幻作家 或者说一个这种恐怖作家 或者这种作家 其实都是继承前任的很多 像之前咱们聊的 那个菲利普迪克 这是被评为神迹的科幻作家 他的所有的故事梗 全部都是皇亲时期用过的 他是怎么把这些梗 重新翻新来用 这是就是水平 像刚才狐狸精那故事 打聊斋 或者说可能再往前 元朝或者宋朝就有人讲了 但是他把这个梗 讲得更有意思了 自己又更进了 对 是吧 update的 对 他虽然借鉴了很多国外东西 但他本土化之后 包括自己的这种update之后 非常成功 因为我看的可能相对 小时候看各种乱七八糟东西 看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确实很多地方能看到 他有些梗是从国外来的 或者说是从历史上来的 但真的他去翻新的特别好 但也有一些东西 其实也好像怎么说呢 就是关注的点会不一样 有一个叫三减一等于几 对吧 那个最后讲的是一个小 有一个 你讲那故事吧 一下就先把那结尾 不讲 因为那故事实在 我不知道开头该怎么讲 其实 打有兴趣可以去听听吧 对对对 那我们不讲这个 不讲那 不讲那 这个就结束了 我不把这梗讲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听听 他这个就关注了另一个 其实是这个梗 或者说这个故事 肯定是早就有的 但是很少有人把它拿出来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写 是非常罕见的 三减一等于几 这个是艾伯朗老师 气氛说的特别的好 对 他把很多那种 因为这个三减一等于几 这部小说里边 很多恐怖的 惊悚的这种情节 都发生是在半夜 每次 录制节目时候 就是半夜 对 每次死一样寂静 他们应该住的一个 什么家属楼 还是什么医院 记不清了 那个气氛 万物寂静 只剩一轮明月 那种感觉 就是渲染特别好 其实对 其实我觉得 咱们不把最后的梗说过来 但是可以大家说一下 那故事上 跟个小孩有关 对吧 跟个小孩有关 其实恐怖故事里边 利用小孩的是很多的 但是大家可以听听 他最后的设置 我觉得就是update了 就是update了 这个真的可以 大家找出来 因为我看还有听众问 说是不是问有什么 听的这种故事 就是网上有人念的这种故事 说可以推荐 我给你推荐一下 艾宝良念的周德东的 这一系列 可以先从3.1等于几来 听听 非常的 这类太少了 在中国 真是太少了 真是太稀有了 这么多年 周德东老师也没真正火起来 我跟你们说 在那个年代 他绝对算火了 因为那个年代 网络还没有那么不发达 他当时真的应该是说 这个叫什么 写书版费 版税 就是他是 能拿到非常多的钱了 非已经算是很成功很成功的 国内作家了 但你说要是此前 今天在美国 那种号召力 就我是这么对比的 就是我 我不是说不承认 这个我这么喜欢的作家 但是就是 这个待遇 真是不一样 你说中国那么多写 神怪的 那种东西的人 都越入 多少斤的 真是跟 说实话 就是对这行业 稍微理解点 其实你说那些 剩下后来那些作家 难道是靠什么版税 挣的钱吗 其实不是 他们的书都没有出版过 什么 他们就靠什么挣钱 靠卖给游戏公司 自己的那个IP 其实这个就是 我觉得现在中国 小说界 或者说这种文化界的这种 被商业作用 扭曲了 就是说它不正常 发展的极其不正常了 你倒想就是说 可能以前 周董老师他写这些东西 他是可能是具有一定这种 怎么说实验性 在当时 因为当时没有这种 恐怖惊悚文化 他写了 他在写之前 根本就没人知道 他的书能不能赚钱 对 甚至可能 可能很多那种出版社 都觉得 我觉得出版你这个东西 我没法判断 我以前都是出乡土文学的 你这突然写 这个这么 这么惊悚东西 他们本身是 是有这个考虑的 现在这个时代 那可能 如果再出一个周董 他这人可能就是 都死在那个 编辑那 肯定的 编辑肯定 不会让他这些东西过 因为 因为很简单 咱们就实话实说 反正 你看 现在谁在左右着 整个的这种 娱乐文化 不能叫娱乐 就是这种 娱乐小说的这种市场 他这种小说 首先 咱们得承认 他写小说写再好 他也获不得 这个什么 诺贝尔文学奖 对吧 因为他写的是 这种娱乐性的小说 但是娱乐性小说 并不代表没有艺术性 并不代表 可以胡编乱造 也是有好有坏的 对吧 那 对包括 真的 这个你说起来 就我特别特别 喜欢的一个作家 就是我在我心目中 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签中书 维城 这就是一个 世俗的娱乐小说 对吧 对吧 咱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一个世俗的娱乐小说 那照样是一个 就经典 是一个文学大师的作品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 由谁来控制 谁来控制 说本来就是几大网络巨头吗 几大网络巨头 还都是游戏公司 其实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快速变现吗 对 他们现在唯一的 这种变现方法 就是说做游戏 IP非常重要 你看现在 能够去看到火的 全部都是能改成游戏的 周德东的这个 保姆怎么改游戏 你想象一下 你这有怎么改游戏 说实话 其实这东西 你要改这个什么 这种改 改这个 零啊 或者改这个 那叫什么 那个 寂静岭啊 能改 我觉得真的 这题材 就是说 像什么天荒地荒荒这种 或者三千一等于几 这个改这个 绝对能改 但是这类游戏 挣钱少 对吧 没有这种PVP 上来看看干 然后国战 然后就开始互相骂 就对吧 就那 所以现在所有的文学 娱乐项文学 全部都指向了这种 快餐型的网络游戏 而且呢 这种 说实话 纸质书的丧失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主要是 呃 被这几家 就是网络巨头给 市场90%的份额 都给垄断掉了 然后 很多人的份额 占掉了 然后我觉得 就拉低了 国内的这种 就是说 文学创作的水平的整体 就 对对没错 给拉低了 有没有好处 有精品 但是 份额太少了 现在 本身是你不肯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 你是很难见到了 因为 你在网络上 可以看小说了 一定是你的纸质书的 这个量就会下来 我这么说吧 就是纸质书跟网络小说 我都看 但是这两个 你看起来的状态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看纸质书 你真的可能会 认真的一行一行的看 你看了小说 你就拿个滚了 哗啦哗啦哗啦看 我曾经见过 看纸质书 其实 我们可以大部分是在家 在一个相对 封闭的环境下 坐在那 安静的看 对一个午后 好让你杯茶 对对 但是你拿手机看 我在地底上 也看 我就在很多宣告情况下 它是提供了一个 很方便的阅读条件 但是反而 却把我们阅读的 环境的这种 氛围就给降低了 你随着想着 是不是坐过站了 对吧 你旁边那个人 是不是挤了你一下 对吧 没准你还是站着看 所以 就像咱们现在观影一样 看电影 为什么要去看 iMAX 为什么要看3D 为什么要去看 大萤幕电影 跟我在家 我下一篇 用这个 十来寸的 这么一 显示器看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啊 对 就是 对 你每时看上看电影 都都 还提 跟你说句话什么的 就去 会去影响你 所以其实中国 现在是 我觉得是 纸书的缺失 然后再加上这种 几大网络的 这个文学 聚集地 全部都 其实现在控股公司 全都是游戏公司 这种游戏向的 这种 这种 这个转变 真的是 让这种 周德东这种作品 是没有任何生存的 空间 真的是没有 现在不是老说 那个 市场来 我们来让市场主导吧 是吧 那不都是这么说 但我觉得 有时候是不是 在某些环境下 由市场主导 会导向 就是说 另外一个局面 不太好说 因为我觉得 你从市场主导来讲 好像这句话 是没有错的 而这句话 是没有错的 但是难道 真的一切 全部都是由 金钱的利益 来推动吗 这个是不是 其实这个社会 也会 就是 至少就是在文学上 也会出现问题 国外其实并不是 这么简单 真的国外 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我还跟着 就拿 拿电影举例吧 拿电影举例 说找个差一句 很奇怪是 国外可能是 先出了一个游戏 之后再衍生 什么电影 小说 玩具 是这样 但中国是 先有一个小说 生化危机 金娘上的魔兽 人家游戏 做成IP 再往别的上转 中国好像没有 完美世界 好了 不得不 好像完美世界 算是一个 好像完美世界 算是 但是那个也是 中国第一款 反正就 那个 3D游戏 再往后 真的我是 没再见过了 轩辕剑 好像算是 但是后来 好像也 不太好了 对吧 其实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想啊 就是你能想到的 这些 台湾省 以前是有过 台湾省的 但是你想 其实包括台湾省 这些东西全都是在那个年代 对对对 全都是那个年代 对吧 那个年代 网络刚刚兴起 单级游戏的年代 你说这特别 是那个年代 是那个年代 单级游戏兴起的时候 出现过 这现在网络游戏兴起 其实真的就 就很少了 对 就是我跟你说一下 就国外的 因为我跟前一段 跟一个 就是影视方面的人 聊过这个事 就是我挺不理解的 一件事 我问过他们啊 就是 其实书这个不太好 说电影这个 你大家能听 听到吗 能听一下感觉一下 我问过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国外不也是市场主导吗 我坚信那些小众的电影 一定是赔钱的 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说 他不可能去影院上 一定是赔钱 他们到底怎么存活下来的 就他后来告诉我了 就是国外的这种放映制度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他们专门有一批影线 就是院线 叫艺术院线 他们只放艺术票 而且不会有MX 大屏幕弄的那么那什么 你明白吗 因为你场地特别大 然后有大型的MX这种东西 你一定就得放大片 去把这个钱都能转回来 他专门还有一批小原线 这批小原线就是放这种艺术片 它实际上是每个层面都有的 人家这个市场 尤其是在这种文化市场 它的配套 它的环境是非常成熟的 日本那边就是它的这种文化市场 音乐就是它那边人 很多做乐队的那些人 它都是小乐队 它甚至可能就是几年才发一张唱片 但是它还能活下去 就这说这就是它特别 包括它的歌放到那个 就是在那个 那叫iTunes上 都可以就是 他只要他音乐做出来 有人认可的 有人认可就要去花钱去消费的 这样就能保证 最继续保证它的这种 这种生活的这种开销 它就可以继续从事 它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人家这种立体性的 这种文化的这种产业 是一种良性的 可循环的 然后 包括是可选择性 特别多的 你是年头是 就是它是 就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我这么跟你说吧 咱们现在国内种玩法 虽然你感觉是市场化了 它能坚持多久 是一个问题 你跟说这种市场化 我为什么感觉 现在市场化 反而我的选择越来越少了 我可能现在比如我 你是小众 因为你是小众 不是不算 不是小众 你就说你打开 比如一个什么 咱就说吧 我今天就去买两本小说看 是吧 想符合我口味小说 但是你发现 你打开之后 你翻来覆去 出现那些商品 都是一类的 对 就是修仙 对 就是修仙 因为这是市场主导 是吧 我想看都市剧情的 那就是那个家常利准 婆媳吵架 对 你发现现在是市场 反而没有过去那个年代 我们选择的多 没有说九十年代 那会儿我们选择的可能性多 那会儿你看的 其实可能港台国外的也多 确实是 国外的从一个作家来讲 从一个作家来讲 我可以先写这种 就是说小众的 或者什么的 因为谁也不可能上来 就是一个大众的 他通过 但是他有给这种小众的 所谓的艺术原线 或者说我看国外有那种读书会 就是你写完了读书 他也能活 就是一个作家 他也能 你看中国作家很奇怪 要不然你是成功 成大名 要不然你就死 你就没有中间路线让人活 不是说中间这些作家就是活不了 但是你活的质量不高 对吧 就是我觉得至少跟他的水平不匹配 然后呢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这些作家可能就会不写了 然后或者说我上 有一部分人就是我 那行吧 其实我可能本来也可以写出很精彩的一些 很奇思妙想小说 但是为什么呀 市场这边不任何 对 是吧 可能这么说吧 可能有一百个观众 可能有十个人 看完我这东西 他喜欢我 但是这人这十个人 不一定能养活我 剩下九十个 剩下九十个人啊 都喜欢我写的那种鸽蛋的东西 那那你说你怎么选择 就肯定会选择这个 只要给自己让自己挣钱更多的呀 他可能有时候就被这种 这种所谓这种市场行为给左右了 对啊 然后你再往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 就是作家 作为作家 就是缺少了一种更底蕴的文化的积累 他就上了就要面对这种大众文化 他缺少了一个积累的底蕴 而且他上了就要做这种 这种玄幻的 就像你说的 对于观众来讲 他可看性的少了 本身这个作家的水平 积累的水平在变低 其实你看像周德东老师 成名的时候想上岁数 其实也不是太过三十了 其实过三十肯定了 虽然现在咱们 对 但是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网络小说 那十几岁的小孩就有写的 对吧 但是周德东为什么能写那么好 过三十 他文化底蕴的积累 这些都是他之前一直是做文字工作 有关系 但现在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要不然你就一页成名 你就写这种网络的这种 修宪小说 没什么你就能成功 要不然你就回家干嘛干嘛去 对吧 这是一方面 再有一方面 再往后发展 你想 观众就是这种看书的人 他们会成为什么样 就是他们没再看过别的东西了 看的全是这一类 相对质量 我觉得 咱不能说的质量不好 就是说底蕴偏低的 就这种更偏市场 更快快餐的东西 等到这波 看这波书的人再起来的时候 他们能写什么 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网络文学还不错 其实 就是说他们即使写的玄幻小说 我觉得也还不错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这波人 年轻的时候 肯定看过什么周德东 什么看过这个 一框 他们肯定是看过这堆东西的 然后他拿这堆东西里 摄取了营养 再去做他们的作品 其实他们本来是有机会 就是通过一段时间去积累 然后再做出更好的作品 但现在由于市场原因 他们是迅速的 就要做这种大众 特别多看的这种 比较热闹的 而且为了钱 他们就让自己的积累变少 他们的作品 肯定是不及泥矿 或者说周德东 至少我觉得现在 没有出来这么强的人 当然咱们指的是消费市场 当然不是说 真正说像沈童文那种 写那种 娱乐像 其实现在可能 让人一听说 你们就知道这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咱们就说一种 纯娱乐像的这种小说 其实可能现在好一点 就那两本刀幕的算还不错 对吧 爱宝朗老师也说过鬼睡灯 对 说的也特别好 其实这那两本刀幕的还算不错 但是你要想到的 就是在看刀幕起来的这拨人 他们的水平会成为什么样 就这样的话一代一代会越来越不好 这个是 就有点要引证之可 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选择性特别小 选择性特别小 选择性小 你看刀幕的那两本火了 就大批大批的刀幕 就大家其实真是看到什么 会写什么 当我们选择性越来越少 看到东西越来越少 我预计十年二十年 如果这个现状不改变 我们的可看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然后质量会越来越差 那个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 其实这些市场就会给你一个报复你 市场那会就会反过头来报复你了 你没有养好这个市场 你只是为了短期内的变现 你可能是就是把你未来的很多能量都消耗掉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文学就是文学故事上边 是这么一个缺失吧 包括像纳多这样的作家 他现在就已经不火了 他后来写那个几本我还多少 也后来又看过 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但是真是有可能吧 他也是看这个创作环境 在咱们这个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市场里边 有二十个人写推理的 推理悬疑的 有二十人写恐怖小说 有二十人写玄幻 有二十人写都市剧情的 这样这么一个特别好氛围里边 这种作者也会相互借鉴 对啊 反正现在就变成了可能就是一个九成 九比一的一个市场 其实就是挺明显的是 怎么说呢 现在很多网络文学 由于游戏的这个IP在里边 它的挣钱的容易程度 是要比写这种 爱宝梁啊 纳多啊 这种东西要容易 你没发现这两年手游公司就 大批大批的死吗 这就是我就是像你说 就是市场在爆 为什么 你的手游最后游戏出来千篇一律 其实包括像 咱们并不是说没有好 但不是你像大刘啊什么这些 还是有好 但你还是要说 但是你不觉得太少了吗 一会少 一会他们的年岁在那 你看不到新生代 这个是 这个是很很 大刘多大岁数了 就比咱们大嘛 对吧 就得比咱们大了 对啊 就就就这意思吧 其实像大都行也 那也是70后也比咱们大 爱宝梁老师 就是那个谁 周德东就更大了 然后再往后 就是这两刀目的还可以 其实包括像电影市场 其实也有你说的 像游戏市场这个事 你看现在火爆都不行 动辄就十几亿 动辄就十几亿 当然知道 还是对人口红利 但是真的实际上是一种 挺可怕的消耗 新的不也 什么夏洛特烦恼 什么的煎饼侠 这些不是演义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消耗 就真的是在消耗 还是那个 我并不是说这些导演不好 也并不是说他们不行啊 但是这个底蕴 你跟国外的比起来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虽然我们经常去讲到 国外的这些导演 出身不问出处 对吧 干什么的都有 有医生 有看店的 然后有快餐店的 有便利店的 就干什么什么出来都有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 是出来的第一个电影 就特别成功 好像 极个别的会友 极个别的会友 你比如说像昆丁 就现在不是也挺火的 那出来都是小成本 出来的落水狗 小成本嘛 特别小小成本 就隔几个演的 然后低俗小说 算闲鱼翻身 还获奖 其实那也是一个小成本的B级票 对吧 这个洛南 大家都喜欢的这个洛南 他一开始那个 叫什么 记忆碎片 是吧 Moment 也是一个小成本票 他们是这么一步一步一步 走起来的 现在很多的导演 中国的导演 上了就十几亿票房 差不多 咱不能说处女座吧 但是真的没有见 他们拍过什么 所谓在文艺 或者说艺术层 两天都白用文艺这个词 一提文艺 好像是另一个意思 但就是感觉一下 这种相对偏 艺术一点 或偏文艺一点的 这个片子的积累 其实不够 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你看国外成功的 这些大导演 哪个不是在小成本上边 去积累过东西 小成本去成功 而且他们在这上 小成本上有 有很多自己这种实验性的 这种想法 中国的好多导演 一说就是我没人那钱 我有那钱 我也能拍出来 一说就是这样 这还真实 一说就是说没那个钱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钱的问题 他们是不是也是被那种市场绑架了 我觉得你比如说像 陆川我觉得什么的 这些人挺棒的 但实际也被市场 我觉得 寻枪那会儿 小成本张文来给他演 我觉得陆川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导演 那好像处女作吧 那个陆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他实际上 我觉得也有 就是后期也被市场在绑架 但我觉得他一直在坚持 但是始终我们见 我觉得可能这辈子 我也见不到陆川 拍的超级英雄片了 就这意思吧 就是他被市场在绑架 我觉得是这样 一旦拍的不合口味 就是有网络 包括水军 我就弄死你 你拍的这个东西 就口诛笔伐 他就是给这些导演 空间也小 环境也不小 对 所以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 对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看每个片 都会更客观一点 就好的地方是好的 不好的地方是不好的 就直说 但是评论界确实也有问题 评论界有的时候 中国的评论界太过于的业余 和受营销的影响 就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受营销的影响 就是我给你签了水军 你说这种水军 对吧 一般这都是 就框框罐 罐着就好 关键水军 我觉得中国水军太粗暴了 就是他中国水军 他这个导向 就是完全粗暴 而且让包括很多 就是有些人 还有分辨能力 有些人真的 就是像我爸那岁数的 60多岁的人 他没分辨的能力 那水军骂什么 他们就真是觉得 这东西就不好 因为他们那本人 就是什么 又看到这网上说的 跟那电视上说的一样 都是真的 对对对 微信里转移什么假的 告诉他们低热致癌 他要怎么 他没把我们家 低热都拔了 我们家 对对对 他们那天说 说谷歌要搞全球WiFi 然后你看评论了 说中国人估计 一个还得生不来 因为不是那会儿 老说WiFi 会让孕妇流产什么的 中国确实 你说那代人 会比较受这种影响 确实我觉得 评论界也有问题 就一部分水军 对吧 你说水军这种问题 都特别的粗暴 另外一部分 就是这种民间的 这种民间的 我觉得 有点业余 以及他们过于的爱跟风 就很难有一个人 去正视这件事 就比如说 老炮 我觉得有问题 但是 其实我聊过 私下聊过 很多人都觉得 有些他们不太接受的地方 我先说一下 我不觉得老炮 这个片子不好 因为我觉得老炮 是具有了某种类似于 昆丁 或者 那个 或者Oliver Stone 那叫什么 天生杀人狂的 那种感觉 但他真的 我觉得人家 不是要歌颂老炮 这个人 是从另一个角度 看待这个社会 但是中国 咱们不是好多 就开始就觉得 老炮是个英雄 对吧 咱们不是 那你觉得为什么 这是符合商业化潮流的 你之后这么写 你的点击才高 是吗 对 因为你看 天生杀人狂里边 就是到最后人 人家导演 制片 没说杀人犯是英雄 他只是说 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 我们怎么去看待他 但中国这上里 把它立成英雄 咱们不说到底 是不是英雄 就是我见到很多 甚至 你知道吗 很多就是他不了解 这种文化 他拿这些什么 跟什么蛊惑仔 就是放在 就是这 他这标题 他这内容 他怎么觉得 就是吸引 吸引 他就怎么写 你看就是出现一什么问题 我周围有很多的 尤其是女孩 我发现 因为那片子里边 好像有点对 就是女性 不太好接受 这个男人 因为他不太负责 就很多女性 实际不觉得这个片好 然后我再发了一篇文章 就觉得这片里边 有一些我的看法之后 好多人就微信跟我说 说他们都觉得 我说的对 他们不敢说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 他们 咱们都不是说讨论什么 那个敏感词的话题 讨论一个片的好与坏 他们都不敢说 有一很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 当一种文化兴起的时候 如果你对他就是 持反对意见 或怎么样 会让人觉得 就有 对你有一种排斥感 国内至少 我们接触的这些白领 就所谓白领 就这个层面的人 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当聊文化 当聊娱乐的时候 不再是内心 自己身处的喜欢与否 而是要复合这种 而成为一种社交手段 对对对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也是一种在过度的消费 这种过度消费 都会让中国整个的文化 这个产业 会在未来出现危机 包括咱们以前不是聊星战吗 就是说 你看了 你看我也得看 我看不懂我也得看 但是因为什么 我下礼拜一 我上电机那等电机的时候 你遇见我 你要跟我聊 我得跟你对上 我观察过很多次了 等电机是一特微妙的事 你知道吗 你没发现吗 咱们现在就是 坐等电机的时候 一般聊的东西 无非三样 你中午吃了什么 你手机换iPhone了 看什么电影 特别像 就他们就是 这帮人永远就聊这种事 在等电机的 你生活观察真喜致 而且他们必须要聊 同样的话题 就为了不想感受到那种 就是说文化间的排斥感 就是一种在消费文化 这是挺可怕的 因为在我理解里边 文化是什么 就是我真的喜欢 然后我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网络当中 遇到了一个 也真正喜欢这个文化的人 然后我们成为朋友 而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同事 我必须要跟他追求一样 但这真的很挺可怕 像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现在在美国发展 美国洛杉矶好莱坞 自己发展摇滚乐 其实过得挺惨的 一听着好像挺高端 实际也就住了一个特别小的单间里边 我们两个实际上在 同学当中是没有 就我们俩不是同学 我们俩真的是因为本身对这种 就是年轻时候 对这种文化的这种喜爱 然后走到一起 成为这种最好的朋友 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但现在国内 其实这种情况是越来越罕见 大部分是你是我的同事 然后你觉得这个好看 那我也去看 然后我也要觉得它好看 我要融入你们 其实这真的 说起来我觉得话题就越来越大了 但是落到文化上 这个东西在过度消费文化 是不是咱们就是已经到了那种 没有胆量去自我代表的 你会质疑自己 对有时候真的像你说也是 比如说之前看王的盛宴 我觉得那片子陆专拍的特别好看 我觉得那片子拍的特别好 真是有点那种史诗的味道 都会出来了 真是后来我就不敢再聊下去了 我真我都不敢说 我说这片太棒 因为你这样会造成一种社交的一种障碍 对对对有可能 真是这样 虽然我们说也没什么用 但我是 你说你说我还挺想聊聊这个戏的 名没念错 是王的盛宴吗 反正都混乱了 是王的盛宴 咱们找机会聊一下 就近期 这个确实非常好 真是我后来看到豆瓣的评分5.5 我当时我不明白 这是我怎么了 我看完这种状态 我怎么了 我觉得是这样 比如说中国看的人有1亿 有9000万人 或者说有9900万人 都觉得这个不好 对都给他打了一个5分 满分10分 我觉得好我就说出来 我觉得他哪好就OK了 因为你的就是我跟他们的生活不一样 我跟他们对于文化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不一样 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是不一样 再说我看过的历史的书 我看过的电影 可能跟他们看过的也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会对一个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并不是说要说服那9000多万人 说你们一定要说王的盛宴好 你们要去豆瓣给他们打100分什么的 我只是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好就OK了 然后我们发出声音就行 就是我看他打5分的时候 你想给打9分 你心里都慌 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打个6分吧 包括这时候就会造成这个导演 包括如果是一本书的话 作者他会看到这时候 他自己也都发毛了你知道吗 他自己发毛 而且这个关键是影响到制片方的很多事 挺奇怪的 说了一对跟周德东没用 本来这集是想给周德东老师跟爱本朗老师致敬的 对 没错 这是我们节目的特点 挺恐怖的 其实 你不觉得咱们现在聊这种现象 也是很恐怖一个现象 是 挺恐怖的 当你都不敢代表你自己的时候 对 其实挺害怕的 你看你突然说周德东不是有一个叫我遇见我吗 对 其实有遇见我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有点这个感觉 就是他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该代表什么 这是不是也有遇见性 是的 周德东老师的说法还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我遇见我有点跟咱们现在说这种情况 会接近你连自己可能都代表不了了 说实话我觉得你跟我都其实挺想投入到这种文化的这种事业当中 但是钱呀这种空间呀什么的没有给我们那么多机会 所以可能确实挺有感触 那这期咱们聊的是这期时间差不多 这期可能是咱们聊的可能最长一集了 这期题目我都 这期题目我起特低调的题目 这给咱们聊的都有一点尖锐 我怕我这个东西会都让同事谁听见之后不能接受 以后我妨碍我这个工作中社交 你知道 以后同事说你真是原来口不对心的 有没有在电器店跟人说话了 有没有在电器店跟人说话了 这这游会尴尬好吧 那咱这期就先聊到这好吧 拜拜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